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7月28号 星期六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政府规划有19处的污水处理设施 而其中处理量最大的 是丰原水资源回收中心 第一起工程在今年的10月份完工之后 每天就可以处理有18000吨的生活污水 而内政部长徐国勇 在市长林佳龙的陪同之下 这一天是特定来到了现场视察 除了是肯定汁水成果 更表示内政部未来将会全力支援台中的规划 台中市目前规划的19处污水处理建设当中 处理量最大的丰原水资源回收中心 第一起工程将在今年10月完工 完工后预计每日约可以处理18000吨生活污水 内政部长徐国勇与台中市长林佳龙 这天特别前往视察目前的工程进度 所以我特别说不淹水 那不缺水喝好水清净水 这四个我们跟水整个的关系里面的最高境界 我在台中都看到都完成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我们水资源中心 尤其在以前水资源包括下水道等等的这些处理 是要地方政府要愿意做肯执行有量能 那这个也就在台中看到了 风源水资中心整体工程共分为三期 总金费高达百亿元 而第一期工程的7.8亿元以中央补助88% 市府致酬12%配合款的方式共同出资 而水资中心也将以高科技避免臭气溢出 更将规划并开放2600坪的绿地公园 打造成当地的修气好去处 几乎只要地方愿意做 中央差不多都是全部支持 也因此我们把握这一个契机 那么提出了非常多 包括水资中心 污水下水道 河川的整治 这个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极端气候之下 我们要打造韧性城市 水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我们很高兴 峰原水资中心 工程都如期甚至超前 那在10月就可以完成 打造峰原水岸花都 林市长表示 峰原水资中心三期整治完工后 可达到54000吨等每日处理量 接管户数达到45000户 再加上峰原胡云吨吨 软皮仔细整治 经过花博园区改造后 创造更多可利用的再生水 打造台中成为任性城市 据林轩谈特不倒